好的 比赛已经开始了 我们先来看比赛 期间呢在穿插着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一些资讯 现在背对我们的是王楚清 好 王文京开局不错 2比0 自己发球 对方的中路牵正手的位置 直接发球抢弓 拿到这一分 好的 开局是4比0 好的 王主清的状态调得非常不错 那么在今天早些时候的两场比赛当中 尤其是第一场对战沙特队的比赛的时候 我们还都是小局丢分了 因为面对没有遇到过的对手 我们还是一场遭遇战 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冲击 在中午的那场比赛当中 对战卡塔尔的时候 我们都是3比0获胜 将队的更顺利一些 好 由于是小组赛啊 今天的比赛只能是单机位来给大家直播 希望大家能够降机 好的 王主清啊 开局就打了个7比1啊 竞争非常快 我们先看比赛 可能多聊两句啊 这个第一局比赛就会结束了 现在是8比1 对方也会逆旋转的发球 但是 对王主清来说呢 丝毫没有作用 直接接发球抢弓 得到这一分 10比1 好 对方是接发球 披长到王主清的反守位 丝毫受到挤压了 这个球拉队下了 好的 10比2 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好的 11比2 由于我们小组赛的几个对手啊 都不是这种传统的乒乓球的强队 所以打起来呢 会相对的轻松一些 因为是单机位的直播啊 也没有这个电子计分牌 我们是只能通过屏幕当中的 助理财队那边的计分牌呢 来关注比赛的进展 好的 休息的时间过得很快啊 接着进行第二局 因为王主清呢 在同沙特队的比赛当中啊 也是输掉了一局 而且是第一局就输掉了 直播后来呢 及时的调整状态 是连班三局 3比1获胜 在上午的时候呢 凡尘东和马龙也都出场了 但是到了下午的这第三场比赛 两大主力都是高挂免战牌 让大头大胖和林高远 来打这场比赛 好 对方的发球啊 还是很有突然性的 突然偷一个直线 他的这个直线呢 正好是王主清的反守卫 但是王主清注意力很集中 好 第二局开局打成2比2 对方想摆短啊 但是这个球啊质量不高 好的 王主清秀了一把啊 对方那个球呢是角度很大 王主清海底捞 拉了一个超级弧拳球 5比2 因为第一场对沙特队这时候呢 不光是王主清输掉了一局 马龙也输掉了一局比赛 其实第一场比赛输一局不是坏事 这样对后面的两个对手 就会更加的重视 好 让对手又直接吃了一个发球 现在是八边 又是接发球反手直接起板拧了 对方换成反手发球 直接出界了 好 十边 好 十边 第二局的局点 哦 对方是回了一个擦网的运气球 又拿到一分 好 对方是接发球反手 拧拉直接出界 这样11比3 我们今天又拿下了第二局 现在已经是2比0了 那么这一次乒乓球的亚锦赛呢 我们是全部主力来出战 女队呢 今天也是要打小组赛的 同时呢 也在进行 我们咪咕视频和一栋高清呢 同时也在直播女团的比赛 有关心女团的可以去我们隔壁的直播间来观看 这边呢 是主要直播男团的第三场比赛 好 王主钦的第三局比赛 第一盘的第三局 好 对方是发了一个斜线的长球啊 有点顶到了王主钦 第一把虽然接到了 但第二把呢 还得拉出了键 好的三个一 加油 加油 对方也是试图搏杀 正反手都在不断的发力 但是王主席都是应对无误 造成了对方的下落 对方感觉还在捣板 对方这个选手 他有一面胶皮是浅蓝色的 不太熟悉的对手 对于他这个胶皮的性能 我们确实不太了解 看到他在捣板 好的 基本都是前三拍就结束战斗 王主席从他的表情来看 对比赛还是很投入的 上午的比赛一开始 这个大头就挨了一记闷棍 第一局就输了 看他后边呢 也是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面对每一个对手 好的就是接发球直接调打 8比2 好隔壁场地女团应该是王曼玉正在打第一场比赛 碰到现场的中国球迷也在大声的为女队在加油 好10比2 比竞争非常快 对方得分都超不过5分 好的 11比2 王曼玉是直落三局3比0 战胜的对手 为中国队第三场小组赛是拔得头筹 对方的小组赛是拔得头筹